李子柒断更已经有两个月了 经常喜欢看她视频的人也一直在猜测 说为什么现在断更了呢 其实李子柒视频的断更 无外乎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内容制作上出了问题 所以前段时间 大家看李亚鹏更新的视频风格 比较像李子柒 一直在猜测说是不是李亚鹏挖走了 李子柒的所有团队 那么李子柒的助理出来声明说不是的 而李亚鹏本人也做了声明 说我没有挖她的团队 那么第二点就是可能是 整个团队的资本运作出了问题 那么说到李子柒团队的资本运作 大家也知道 老万不是一个财经类的 这样的一个视频作者 我是社会新闻类的作者 所以说只能尽我的能力给大家分析 我也是专门准备了一下 大约十天的准备时间 然后我又关注了一些 李子柒近期的一些新闻 那么提到背后的资本团队运作 我们就能想到李子柒曾经报警 说大清早报了一个警 那么我又搜集了一些相关资料 李子柒团队背后的资本 其实是这样的 他这个公司叫四孙子柒 就是用他的这个名 但是在这里面 李子柒只占了49%的股份 另外有一家公司占了51%的股份 叫杭州微念 提到杭州微念 大家其实不陌生 2013年注册成立的 经过了几轮的风险投资 现在市值已经估价到了50一个亿 他经过了几轮 那么提一下他注资方 比如说芒果给他的注资 杭州微念和李子柒的四孙子柒合作了之后 头条给他给他注了资 也就是说他现在对这个 他现在对于很多风投来说是一个特别看好的一家公司 就是在风投上还是比较给力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基本上我们就已经摸清楚了 你看杭州微念占了51%的股份 控股了四孙子柒 而四孙子柒呢 他又是李子柒的公司 李子柒在里面占了49% 那么其实他们的分工就比较明确 就是李子柒负责内容的产出 而杭州微念负责李子柒的商业化 那么当初李子柒通过自己拍视频 火了之后呢 特别是在海外火了之后 其实很多风投都已经看到了他的商业品牌价值 那么最终选择和四孙微念合作 也是看到了四孙微念背后这种资本运作的能力 那么现在大家在原始的分工的基础上 李子柒负责产出视频内容 而杭州微念负责把它商业化 在这样的基础上就产生了一个品牌 这个品牌就叫李子柒 大家都知道 这个品牌现在用在各个领域 据说有400多个品牌 那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其中就是一个螺蛳粉 大家知道螺蛳粉作为一种暗黑美食 很多人是特别喜欢吃的 现在正值中秋节 既然有螺蛳粉的月饼了 但是螺蛳粉的这家公司 大家去看他背后的资本 去通过这个奇查查取查 你会发现跟李子柒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的控股是杭州微念 那也就说明李子柒真正的拥有 李子柒这个品牌吗 其实不是的 李子柒只是作为一个内容的创作者 而李子柒这个品牌是杭州微念的 李子柒不是杭州微念的股东 只是杭州微念控股51% 李子柒控股49% 他是四村子柒的股东 又不是大股东 那么在这样就有一个 常人可能不太理解的事情出来了 说李子柒本人竟然没有李子柒的品牌 其实李子柒的本名叫李佳佳 李子柒是他起的一个网名 在他没有品牌的情况下 那么他究竟能够在这种商业化中 商业化的过程中获得多少的利润 其实不好说 或者是说饭碗 别再端在了别人的手里 所以说李子柒现在断更 排除了他内容创作能力的可能性之外 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背后资本的问题 那么背后资本的问题 其实就是分成的问题 就是我李子柒产生的商业价值 我究竟能够分多少 可能对于我们粉丝来讲 或者网民来讲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一个李子柒很美的视频 但这背后其实确实有很强的商业运作 你比如说头条注资了杭州威念 那么在视频的推广上 是不是李子柒将获得更大的流量 也就是说李子柒产生的商业价值 除了他原始的拍摄之外 那么后期的推广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把李子柒的视频比喻成电影 大家就知道 电影除了你前期的拍摄之外 那么后期院线发行 商业推广也占有很大很大的一部分作用 这整体上才是一个商业价值 很显然现在以李子柒为首的 他的团队和杭州威念为首的 这种资本团队之间关于商业分配 可能达成可能产生了分歧 那么李子柒什么时候能够复更呢 那一定是这个分歧解决了之后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说他们之间二者掰了 那么李子柒不再拥有李子柒这个品牌 但是他这个创作团队在 他这个本人IP带 他可能再起个名 比如说叫李子柒 叫李子柒 那么他达到李子柒这个账号的热度 其实很难 因为2017年他开始做的时候 那时候正好是自媒体的风口 现在风已经不在了 那么但是他还能做起来 只是说很难达到之前那个高度 那么相比杭州威念 拥有李子柒这个品牌之后 没有李子柒的本人 那么这个品牌的价值还存在吗 这些粉丝还会继续看这个视频吗 其实也不好说 十有八九是没戏的 所以说他俩如果分手 其实对李子柒这个品牌 对商业价值是特别大的损失 这也是双方可能一直在谈的原因 所以最终我觉得李子柒早晚会复更 他们之间不会分手 因为对于就像一个婚姻家庭一样 对吧 你如果夫妻之间分手了 最伤害的是孩子 杭州威念和李子柒其实就是婚姻的双方 而这个孩子就是李子柒的这个品牌 当然了李子柒也不会断更太久 因为断更这个事对于资本体来说伤害特别大 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相当于你经常去一个饭店吃饭 后来你发现两个月这个饭店都没都不开门 那这两个月你总要吃饭呀 你可能就去别人家饭店吃饭了 一旦培养成消费习惯 你就不会回这家饭店了 是吧 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门 所以说这就是我对这个事的分析 不知道你怎么看 也特别期待您的评论 请给我留下评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